現在因為馬達更換這個濾芯 這個馬達有空氣跑進去 所以跑空氣進去 它啟動兩三秒就跳掉了 我們實際看它怎樣跳掉 你看它自動跳掉 這就是它抽到空氣 自我保護 外殼拔掉 因為這裡的空氣有排 但這裡的空氣要是沒有排 它也是會跳掉 這是加壓馬達 我當作裝這個保護蓋 保護蓋要怎麼拆呢 它背面有一個這個 先拆掉 這個蓋子就可以拿起來了 我們關鍵是這裡要排空氣 這裡空氣在這裡 我們拿尖嘴錢好了 加壓馬達有空氣把它排掉 這個就是排空氣了 但你把它轉開 不是直接把它拔起來 你就轉開一點點就好 讓它空氣排出來 你把它全部打開 反而沒有效 因為這裡空氣已經排完了 現在空氣可能存在在這裡 再關起來3秒再開 先關起來喔 先關起來喔 好3秒再開喔 好開 你看 還是有空氣 你看 好 還是有空氣 因為它也是跳掉 用這個要有耐心 好 還是有空氣 好 再關起來 好 再關起來 再開 滿漂亮喔 再開 好 再關 關 再關起來 再開 關起來 再開 開啊 好 關 先關 再開 開 開啊 開啊 好 對 開 RAM 好 我們去開 開 你就要 開 開 開 有些管路喔 比較難排空氣你要排很久 排很久喔水才 才會變大 所以也要有耐心啦 像我排二十幾次 才把管路全部的空氣排完 我上樓看他 下壓馬達打上來的水的樣子 然後 我們就 排空氣喔 我排了二十幾次 才全部排乾淨 全部排乾淨就是他在跑就不會跳掉 就代表空氣充 全部排完了 現在 排成功的樣子就是這樣 排完就把這個鎖緊 讓他鎖緊喔 有緊就好 你不要鎖到他的All-in壞掉 他有緊就不會漏水 他空氣因為排完了 不用再排了所以 今天這段影片就拍到這裡 喜歡就訂閱分享按小鈴鐺 拜拜 來 補充一點 不是每台 抽到空氣都會跳掉 因為我這台是木川 木川 KQ400N 他有 防止 斷水 運作的功能 怕你已經停水還在空抽導致馬達燒掉 你要是沒有這個保護他還是一直空抽 抽到馬達燒掉 所以 開電還會 兩三秒會跳掉 他是 這種機型 才會有這個保護動作 有的機型就不是 好